为什么马云的成功离不开张英? 2020年,56岁的马云以388亿美元的身家 位列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第17位 他所创造的电商帝国改变了传统商业的经营方式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马云取得这样成就的背后 有一个女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她叫张英 在说到马云遇到张英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马云的成长经历 马云196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 他的爷爷为他取名马云 就是希望他乖巧懂事,不要惹是生非 遗憾的是年幼的马云让爷爷失望了 他是打架都欧的好手 因为打架太多,13岁时被迫转学到杭州八中 在打架之外,马云的学习成绩也十分差 仅中考他就考了两次 比中考更惨的是高考他考了三次 第一次高考时,马云数学只考了一分 第二次高考,马云数学考了19分 两次高考的失利让马云十分伤心 更悲催的是,高考结束后 他去应聘酒店服务员 酒店老板嫌他太丑,不要他 面对种种打击,马云变得意志消沉 眼看儿子没有一点精气神 马云的父亲马来法 就让马云登三轮给杂志社送书 就在送书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件改变马云轨迹的事情 1984年,在登三轮时 马云在路上捡到了一本书 他认真看完了这本书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被这本书的主人翁不断向命运挑战 又热爱生活的精神所感动 而这本书名叫《人生》 书中的主人翁名叫高嘉林 马云决定向高嘉林学习 必须考上大学 好在有心人天不负 1984年,马云北杭州师范学院录取 就读于外语专业 进入大学后,马云定下了三个目标 第一要专生本 第二要当学生会主席 第三要和笑花谈一场恋爱 对于前两个目标 马云说到做到 他专生本成功 担任了学生会主席 还担任了两届杭州市学联主席 对于第三个目标 马云也没有放弃 他看中了同系的美女张英 可是张英对马云并没有什么兴趣 就在马云想着俘获张英的芳心时 有一天,马云在宿舍 一位摄友对大家说 听说了吗 隔壁班的美女张英有男朋友了 听到这句话 马云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连忙问摄友 张英的男朋友是谁 摄友对他说 我也不知道 但是听说是有人给他介绍对象 听到这儿 马云才知是虚惊一场 随即他对摄友说 你们不知道吧 这个人就是我 我要跟张英谈恋爱 让马云没有想到的是 他这招无中生有有了效果 摄友将这个消息传出去 于是 戏里很多学生都认为 张英和马云谈恋爱了 马云厉害的地方在于 他让传闻成了真 不管张英如何拒绝他 他就是不放弃 他死缠烂打 还对张英说 你知道吗 男人的长相是和智商成反比的 我长得越丑 说明我越聪明 最终 马云用真心和真诚 打开了张英的心门 两人成了男女朋友 1988年 马云和张英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 他们成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教师 在做教师工作的同时 马云一直关注着社会的发展 他发现在杭州有很多外贸公司 需要大量专职和兼职的翻译人员 可是当时杭州并没有提供翻译人员机构 马云觉得这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于是他在1992年成立了海博翻译社 在进行人生中第一次创业时 马云和张英的儿子马云坤出生了 他成了一名父亲 不过那时的马云经济情况并不好 海博翻译社第一个月收入只有700元 而海博翻译社办公地的房租需要2000元 并且马云还需要养家糊口 面对如此情况 马云积极谋变 他背着大麻袋到义乌批发鲜花 袜子到杭州卖 并且他还做了一年多的医疗销售 通过这些方法 海博翻译社不至于倒闭 经过马云的苦心经营 1995年年初 海博翻译社开始盈利 也是在这一年 马云去了一趟西雅图 他接触到了互联网 马云判断互联网在中国大有可为 回国后 他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辞职 并召集了23个朋友 给大家讲解互联网的前景 足足讲了三个小时 可是大家表示质疑 纷纷劝他算了吧 在最后的投票环节 只有两个人支持他 一个叫何一斌 另一个就是张英 为了帮助马云在互联网行业 创业 张英拿出了全部积蓄6000元 并且通过变卖家党 将亲戚借钱的方式 为马云凑了8万元 马云则自己凑了2万元 1995年8月 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 杭州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成立 这家公司只有三名员工 他们分别是马云 张英 何一斌 而这家公司主要的业务 就是做中国黄业 帮企业在网上做宣传 然而在一开始 这个项目并不好推进 很多人觉得马云是骗子 何在 在马云的努力下 有了一点成绩 并且张英还谈下了 一笔8000元的大单 但是马云还没有松口 1996年3月 杭州电信也做了一个中国黄业 直接和马云抢占市场 面对强大的对手 最终马云决定和对方合并 马云的中国黄业 以60万元的价格 占股30% 马云不得不想一想 新的创业方向 恰好1997年 他收到北京某部门的邀请 于是他和张英带着8人的团队 加入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 马云带着团队 很快实现了盈利 虽然盈利了 但马云并不开心 他并不是很喜欢 这种替人打工的模式 他想回杭州重新创业 他将这个想法 告诉了跟他来北京的兄弟们 让他们选择跟他回杭州 还是留在北京 兄弟们都相信他 愿意跟他回杭州 马云也将这个想法 告诉了张英 张英对他说 那就回去 反正我到哪都不会离开你 听着张英的话 马云的眼睛湿润了 回杭州的前一天 他们一伙人一起登上了长城 那天晚上 天空飘着雪花 他们在一家不知名的小店 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大家动情地唱起了 真心英雄 回到杭州后 马云将新的创业方向 确定为电商 他要开发电商网站阿里巴巴 马云将这个想法 告诉了张英 张英对他说 我虽然不懂B2B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 电商行业有前景 我辞职和你们一起干 于是马云和之前的同事 朋友 学生 组建了后来被人称为 十八罗汉的团队 大家凑了50万 就开始将阿里巴巴落地 在开发阿里巴巴项目的早期 大家十分辛苦 马云有了什么新的想法 就会很快将大家 召集在他家里开会 每次开会 不管是深夜还是白天 张英都会为大家准备伙食 张英成了勤杂工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做勤杂工了 当年创办中国黄业时 他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多年后 回忆这段往事 张英笑颜 在没有盈利前 每人每月500块薪水 这点钱买菜都不够 家里的食堂要保证开火 加班开会的夜宵品质 必须保证 我本来当老师 当得好好的 为什么就成了一个 倒贴伙食费的老妈子了 好在2000年 阿里巴巴实现了盈利 张英不用再做老妈子了 阿里巴巴走上正轨之后 2003年5月10日 马云又创办了淘宝网 这一年 淘宝网差点拖垮阿里巴巴 马云差一点 功亏一篑 在这一年 非典爆发 阿里巴巴有一名员工 疑似感染了非典 于是 阿里巴巴和淘宝网的员工 该隔离的隔离 该遣散的遣散 马云的公司 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路口 好在这个特殊时期 人们购物不方便 淘宝网的出现 解决了人们购物的问题 淘宝网成功了 一年后 马云又创立了 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 支付宝 在支付宝诞生的这一年 马云的家里 却出了问题 因为将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事业上 马云和张英 没有多少时间 陪伴儿子马云坤 马云坤爱上了游戏 经常泡在网吧 学习成绩下降十分严重 发现这个情况的 马云就找马云坤谈话 不料 马云坤却对他说 你们都不在家 我回来了 也是一个人无聊 还不如待在网吧里 马云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他知道他和张英 必须有一个人 陪在孩子身边 于是马云找张英 商量对策 他最后对张英说 你辞职吧 我们家现在 比阿里巴巴更需要你 你离开阿里巴巴 少的只是一份薪水 可你不回家 儿子将来变坏了 多少钱都拉不回来 儿子跟钱挑一样 你要哪个 张英选择了儿子 他辞去了 他在阿里巴巴 担任中国事业部 总经理的职务 做起了全职太太 并且在张英的 陪伴下和教育下 马云坤戒掉了王尹 学习成绩也变好了 成了一名 很阳光的小伙子 马云的生活起居 也都是张英在照顾 张英给马云 买什么衣服 马云就穿什么衣服 因为担心 马云不好好吃饭 他每天中午 都会给马云打电话 问他吃了什么 有阿里巴巴的员工 曾听到 马云在办公室 向张英汇报午饭情况 我吃了一块肉 喝了一碗粥 青菜吃了很多 一路走来 对于张英 为自己付出的一切 马云很感激 他曾对媒体说 我的成功离不开我老婆 张英对我的帮助 就是全方位的 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 并且他在阿里巴巴员工 集体婚礼上致辞说 很多人说父母第一 但我想结婚以后 应该永远是另一半第一 父母也会理解的 他还说 在我们家 张英永远是No.1 也有人曾让张英谈谈马云 张英如此说道 我和马云是大学同学 毕业就拿了结婚证 马云不是个帅男人 我看中的是他能做很多帅男人 做不了的事情 结果我没看错 他创办淘宝 创办了互联网奇迹 成了全国人的创业模范 大家都管他叫创业教父 这让我无比自豪